尽管伤兵问题日趋严重,火箭13日弄到只剩8名球员可以上场,却仍足够载爆对手了,靠着明星宏卫保罗拿下全队最高25分,另有8篮板6助攻的精彩表现,火箭中场112比95痛贬低主太阳,除拿3连胜也是本季第30胜11败。 火箭目前除了联盟德焚王大胡子哈登,下周渴望归队退伤缺阵,巴哈木铁,内内布雷克,特洛伊威廉斯,周琪等人全都因伤无法上场,甚至保罗卡佩拉等人也都才刚上欲付出,没想到碰上太阳,火箭仍能大胜对方17分。 除了保罗继续保持凶猛火力,阿里查与莱恩安德生很巧合都拿下18分,7篮板与2超杰,两人也都投12中6,二罚聚众,只能说太刚好了。 卡佩拉17分,16篮板,火箭可以赞成7人上场,因为第8个上场的微博只打6分钟。 太阳人看布克,华伦两名年轻主力表演,布克27分,9助攻与6篮板,却夸张发生多达9次失误,华伦21分,3篮板及2助攻,班德14分,8篮板,太阳内线处于绝对劣势,全场仅抓38篮板,比起火箭少了15个。 中时电子爆 中时电子爆